好这个三级警戒延长 尽管花莲的疫情是连续的加零 不少民众也施打到了疫苗 但是血库呢是持续的拉上警报 平日以及假日的捐血数量就落差了将近有百袋之多 加上医院的门诊开刀用血量的增加 目前平均库存还没有达到安全存量的七天 也呼吁民众尽快来捐血 受疫情影响从5月中开始 全台血库就拉起警报 民众减少外出 不少社团取消办理捐血活动 近期花莲疫情趋缓 不少民众也都打了第一剂疫苗 不过花莲捐血站表示 平日和假日的血袋相比 就落差了将近一百袋 而民众近日若施打辉瑞莫德纳等疫苗 无需暂缓捐血 听朋友讲最近血库捐血就过来了 大概6月中之后呢 因为医院已经开始 又回复到他们的那个一般的 开刀房的用血 还有一般的门诊用血 所以整个那个用血量 就是大幅的回升了 那到今天为止 因为昨天跟前天 刚刚好有两个活动在市区 那能够让我们的血库稍微回升 但是也没有很漂亮 因为就只有到5.1天的安全库存 的库存而已 那我们的安全库存量 其实要到7到9天 才是我们的安全库存量以上 那其中呢就是以 A型O型AB型他们是最缺的 只有4天 那B型5天 不管这4种不管是哪一种血型 其实都没有达到7天的安全库存量 我们花莲地区呢 其实如果没有社团办 捐血活动的时候呢 每天的捐血量大概就只有30代而已 那有假日有社团 我们大部分的那个用血量都是从假日有社团办活动 或者号召民众来捐血的时候 才能够稍稍的把它补足 那我们是很 我们整个花莲地区 就是从大大小小的医院 一天平均一天要用的血量是120代 那我们平常日就只有捐30 所以其实它还有非常大的一个90代的一个落差 那就是需要的就是在我们假日 或者是说大家有空的时候 能够踊跃出来捐血这样子 捐血站提到 如果接种疫苗后有疑似感冒发烧症状 应先暂缓捐血等候14天 而接种AZ交生 则需暂缓捐血14天 目前血库库存稍微回升至5点1天 不过7到9天才是安全库存量 而A型O型AB型仍是最缺的血型 只有4天 B型5天 但都没有达到安全库存量天数 国胎人受奖花分通讯处及日期到10日 在华林捐血站主办爱心捐血周活动 而5日6日在国安邮局 9日周五在凤林也有捐血活动 欢迎民众响应捐血 记得蒋方言华林时报导